杨幂出演的近百步影视剧 她能度过这次的事业危机吗? 这一个多月来,杨幂的日子大概不太好过 据这边,这几天的狐妖小红娘的好赖 其实都与转型无关,顶多能检验她在古偶上能犯否 哈尔滨1944收官,成绩恐怕配不上平台剧王的配置与声势 她主演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在五一档成绩惨淡,片方临阵撤档,票房落点5400万 离开家行,参演证据,转型姿态前所未有的清晰坚定 却又如此出师不力 杨幂不是第一次面临事业危机 亦不是第一次努力转型,更不是第一次转型失败 但她还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谁也不敢断言 低调开机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生万物 最快也要明年才能见分晓 跟随将原动剧组去嘎那做展映 这应该是她第一次因作品去嘎那走红毯 同族演员里既有上一辈大花张紫怡 也有同辈最大敌手赵丽颖 很快就能在大荧幕上看到他们真刀真枪的拼杀演技了 说实话,85花们个个都已经红族了15年以上 也都是在观众眼皮子底下恋爱结婚 生育又离婚的 要说演员的神秘感,那肯定都所剩无几了 杨幂呢,就更是要在所有人之上加一个罪字了 回顾这么多年来,杨幂的活跃感与活人感 恰好应和上了时代脉搏 让她在那于大步迈入流量经济的过程里 一路毅力朝头 她本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而言都像一部超长真人秀 不间断为我们放纵了十余年啊 我想,这才是杨幂目前最大的危机 观众对于她,无论是本人还是她的角色 探究欲都已经所剩无几了 那入圈二十年,已经拍过八十多部影视剧 杨幂的转型之路,真的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狼来了吗 在如今娱乐圈比拼硬实力的道路上 杨幂真得就没有机会了吗 那多说无意,让我们分四个阶段 一起来盘点一下杨幂这些年出演过的近百个角色 大家可能对她的演技,就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和自己的判断了 第一阶段,幼年期 杨幂,1986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 良好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让杨幂小小年纪就有机会尝试 琴棋书画游泳滑冰等各种艺术体育活动 甚至在四岁时就有机会参加了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场开设的儿童影视表演培训班 当然也同时开启了她的戏剧人生 第一部,唐明皇 到了1990年,仍在儿童培训班的杨幂吸引了历史大剧唐明皇导演陈嘉玲的注意 年仅四岁的小杨幂就在唐明皇中饰演了童年时期的嫌疑公主 漂亮又童真 这也成为了她踏入迎评的第一个角色 第二部,早教视频 1990年,年仅四岁的杨幂出演早教视频雪花和小耗子 哪声哪气的北京腔,真是猛死人 站着高挑,才知道高是小耗子呀 这是我姐姐小黄狗,听屋子里跑出来说 蹦蹦蹦 第三部,武状元苏琪儿,饰演周星驰女儿 第四部,猴娃 这是一部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戏曲题材同剧 主演是六小灵童 第五部,英雄杰 六岁的杨幂出演电影《英雄杰》饰演一个小姑娘 第六部,穿军装的穿妹子 这是个MV,杨幂饰演李丹阳小时候 第七部,采蘑菇的小姑娘 也是MV 第八部,小青蛙 这是一部小短剧,杨幂饰演蝴蝶姐姐 第九部,歌手 十岁的杨幂在这部电影中饰演李亚鹏的小表妹 第二阶段,演技灵动期 2001年,年仅15岁的杨幂,签约瑞丽成为模特 随后不到一年,又被影视公司荣幸达看重 2003年正式出道 这里要说一说这个荣幸达 这是著名电影人李绍红 李小婉于1995年创办的专业影视制作公司 这个公司可不得了 在当时的内娱可是拥有着非常顶端的证据资源 也是因为这个公司,虽然是新人 杨幂却能有机会在很多大制作中出演角色 光是像《神雕侠侣》、《王昭君》这样的央视证据就有五部 2009年就被评为了 新生代四小花旦之一 可以说,杨幂的起点是现在的小生小花们梦寐以求的顶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杨幂,虽然演戏技巧不足 但是自然又毫无雕琢的演技 却是挡也挡不住的灵动和俏力 而且笔试的他还是新人 导演们也是毫无顾及的调教和搓谋 这在杨幂以前的采访中都有所体现 就可能到不了导演的要求吧 然后就被打了 导演亲自,山耳光还要打身上都有 所以我们看到 即使出演与他年龄性格相差很大的角色 杨幂都能完成得不错 展现出惊人的演戏天赋和发展前景 第十部《红粉世家》 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 几个年轻人在动荡时局中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 主演是孙丽,佟大为,郭小冬等 当时只有17岁的杨幂饰演孙丽的妹妹小桃 漂亮又任性,非常有灵气 第十一部《北京童话》 这是一部由杨幂演艺宽主演的爱情电影 也是杨幂第一次担任主演的作品 第十二部《双响炮》 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都市喜剧 根据朱德雍的同名漫画改编 是当初火爆全国《粉红女郎》的姊妹剧 主演也是当时的胡冰、陈豪、刘若英等一线演员 杨幂则扮演陈豪中年时的儿媳妇 有点傲娇,有点高冷 很难想象这么好身材的杨幂 当时只有17岁啊 第十三部《天河局》 该剧以清朝末年为背景 讲述闽氏 逐是两大家族的命运起伏 这也是一部大制作 主演是刘烨、孙丽等 杨幂饰演女二竹玉秋 说起来玉秋死的那段戏 拍得特别唯美 第十四部《大寒桃花开》 这是一部拍摄于2004年的古装爱情片 由杨幂、冯绍峰主演 但不知什么原因 直到2014年,这部电影才上映 第十五部《神雕侠侣》 该剧是根据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 讲述了杨幂与小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2004年6月 还在独高二的杨幂与黄晓明 刘亦菲等人共同出演了《神雕侠侣》 并在剧中饰演了清雅秀丽 义正义邪的小冬邪郭湘 杨幂版的小郭湘是多少人的白月光啊 真是最好的年龄演着最适合的角色 这时候的杨幂还只是个高中生 没有受过系统的表演培训 但真的好灵动啊 眼睛里仿佛有星星 亮晶晶的 笑起来还是弯弯的 和现在总是不达眼底的笑 简直盼若两人 而且这时候的杨幂还没有整牙 所以脸还是方的 嘴也不扁 细看虽然不够精致 但就是清清凌凌的 动起来真的很美很感染人 京城狐狸精的前身是最灵的小鹿啊 杨幂也是凭借郭湘这个角色 在内与展露头角 吸粉无数 当然 这也是小文本人最喜欢的杨幂角色之一 第十六部《王昭君》 该剧讲述了汉朝时期美女王昭君的传奇人生 杨幂饰演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 这也是她的第一部女主剧 这部剧可不得了 是当年的央视大剧 据说李冰冰范冰冰高圆圆都曾经试过戏 但总导演陈嘉玲坚持挖掘新人来演 于是 她便在三千份资料中 选中了当时正在上大一的杨幂扮演王昭君 事实确实如此 21岁的杨幂娇艳似花 清纯似水 演出了那种不安世事 清纯绝丽的王昭君 而杨幂在当时的这段采访也很有意思 之前听说过 那个范冰冰有可能来接这部戏 那你觉得自己和她比的话 优劣的 也就是年轻吧 还有温零级 放在现在 绝对会被解读为内涵前辈 第十七部 新聊斋志意 该剧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 聊斋志意 由六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单元构成 在当时 这部剧可谓是大他云集 几乎汇集了所有当红的小花小生 比如林志颖 胡歌 李冰冰 黄小明 杨幂则在小倩单元里饰演轻力脱俗的女主面小倩 真心爱上胡歌扮演的宁采晨后 在与黑山老妖的决战中灰飞烟灭 第十八部 尚书房 你只能乘坐一条船 这条船沉 也就是 该剧讲述了乾隆皇帝在尚书房读书时的故事 杨幂则饰演女二妇茶段 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这是一部由李绍红指导 陈坤 杨幂主演的惊悚片 杨幂饰演一个被男友杀害的可怜又美丽的女鬼 第二十部 相逢和必曾相识 这是一部年代剧 林又威 杨幂主演 2007年拍摄完毕 也是直到杨幂大火后的2011年才上映 第二十一部 大秦直到 这是一部由央视出品的古装大剧 虽然是一部男性群像剧 杨幂则饰演女主 秦始皇迎正的杨女 迎邻公主 第二十二部 暗香 该剧以清朝末年为背景 讲述了城市家族 在动荡时局中的兴衰历程 和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恨情仇 主演 黄晓明 王洛丹 杨幂则饰演一个小配角小金姑娘 第二十三部 红楼梦 好个女 真相并稀释了 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 该剧是对中国古典名著 红楼梦的一次全新演绎 导演为李绍红 这部剧当时绸拍时的阵仗非常大 又是选秀 又是换导演 现在的当红的小生小花们 很多都是从这部剧开始被观众熟知 比如杨阳 赵丽颖 李庆等 杨幂则饰演了风流灵巧 且口齿凌厉的翘丫鬟情闻 第二十四部 仙剑奇侠转三 本小姐现在突然觉得翘锦的这个死法死得不够壮烈 所以我现在会去想一个更壮烈的死法改天再死 该剧是根据同名游戏改编的古装仙侠剧讲述了景天 唐雪剑等一行人 斩妖除魔 拯救苍生的传奇故事 主演是胡歌 杨幂 霍建华 唐燕 有了仙剑一的爆火 仙剑三在当时绝对是炙手可热的项目 而杨幂能拿到这个角色 可是网友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而且是两次的票选结果 看到杨幂呼声如此之高 李绍红这才同意杨幂 同时出演《红楼梦》和仙剑三 可见当时杨幂的路人员有多高了 从长相 服装打扮到神情动作 都一比一还原游戏 明明是很浮夸的动作 他演出来却一点都不做作 杨幂在剧中 扮演了唐雪剑和西瑶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角色 一个如火红的玫瑰 一个如寒冬的雪梅 杨幂完成得非常好 情感丰富 非常有层次感 也是通过这部剧 杨幂彻底红起来了 第25部 神探敌人节前传 你凭什么教训 你自己是谁 该剧以唐朝鸣向敌人节为主角 讲述了他在任职期间破获的一系列奇案 难案的故事 主演傅大龙 王静 杨幂则饰演女二玲珑 本是一个单纯 可爱的卖花姑娘 但最后因爱生恨 变成了一个意图报复朝廷的女杀手 这应该是杨幂为数不多的反派角色之一 第26部 刁蛮新娘 该剧讲述了民国时期 一个性格刁蛮的女孩 经历种种波折后 成长为成熟女性的故事 杨幂饰演一个在街头讨生活的小混混演小蛮 虽然这部剧并不出名 但早期的杨幂总是透着古精灵静 让人赏心悦目 倒也弥补了扮相太干净漂亮 不像是个小混混的人设 第27部 《美人心记》 该剧讲述了汉朝后宫中 嫔妃 宫人 皇族之间 错综复杂的斗争和爱情故事 导演吴景元 这是一部由两岸三地的众多艺人 连妹出演的古装传奇宫斗剧 包括林心如 霍建华 剑锋 王立坤等 杨幂则饰演了冷艳高傲 且武功高强的角色《美人墨雪渊》 这部电视剧杨幂分是两绝 演技也获得了超高的评价 第三阶段 爆红期 2010年 杨幂与荣幸达公司的合约到期后 她签约了香港美亚娱乐 2013年 又以个人工作室的形式 正式加入欢瑞世纪 从此便开启了 她不眠不休的提海战术 光2010年一年 杨幂就拍了11部戏 最忙的时候 4个月拍5部戏 也许是运气 也许是实力 她来者不惧的接戏策略 还真让她压中了一部剧 那就是2011年播出的 穿越剧《公所心域》 从此 她彻底站在了内与女星流量的顶端 那红起来的杨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更是形成满满 不仅保持每年六七部的拍戏频率 而且各种走秀 演出 通告不停 甚至恋爱结婚生娃 也是这段时期完成的 因为她太忙了 忙到了哪有时间体验生活 揣摩角色 也导致她这段时间 虽然作品众多 却渐渐走上了作品同质化 和演技牛市化的道路 第28部 《公所心域》 该剧是一部清朝穿越剧 讲述了现代女孩洛情川 穿越到清朝后发生的一系列离奇故事 杨幂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扮演意外回到康熙晚期的 21世纪美少女洛情川 以及城府颇深的 秦川替代者花影 其实该剧在幅画道 以及制作上很是粗制滥造 但她却是在 清宫穿越文最火爆的时候 搬上迎评的第一部穿越剧 而且制作人余正很会取巧 敢在同类型题材的清宫大剧 步步惊心之前上映 新鲜的题材让这部古偶剧 直接火爆迎评 捧红了杨幂 冯绍峰 佟丽娅等新人演员 杨幂个人 更是凭借该剧 首次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并获得了第17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女演员提名 白玉兰最具人际女演员奖 再想想 现在流量明星们 连提名都不配的白玉兰 真是世事难料啊 那接下来 就是一大波剧集赏息 2010年 杨幂在神话剧 《十二生肖传奇》中扮演青梨 古装剧《虎服传奇》中扮演如鸡 《红武大案》中扮演蔡玉 画皮中扮演善良的天鹅金小红 《堂公美人天下》中扮演冷酷绝情的女间谍青鸾 《新京城四少》中扮演歌女阴白雪 回家 小柴 想回家了 我们是一家人中扮演夏佳佳 这部剧中 杨幂的高马尾造型 真好看 《北京爱情故事》中扮演在北京奋斗的拜京女杨子熙 电影《孤岛惊魂》中扮演孤岛探险的女青年沈依林 还有一部客串电影《人鱼帝国》 2011年 则有在民国剧《如意》中扮演梅如意 《宫所珠连》中 客串秦川 《命运交响曲》中饰演好安琪 电影《春娇与之名》中饰演尚悠悠 《星天生一对》中饰演方家卫 《消失的子弹》中饰演小云雀 喜剧电影《东承熙》就2011中 客串《梦中情人》 跑出一片天中饰演印鸣库跑高手蝎子 贺岁电影《八星暴喜》中饰演富家小姐陈思思 《大舞当之天地密码》中扮演武学家族后人天心 《画皮》二中扮演鸟雀妖雀 2012年 则在《江南四大才子》中扮演唐伯虎的夫人 《圣夏晚情天》中扮演富家千金夏晚情 在电影《三个未婚妈妈》中 客串《户籍锦小马》 《马德二号》中饰演老师 《吼注爱》中扮演八零后空姐周静 以及在电影《小时代》系列中扮演女主灵霄 这部剧讲述了四个从小感情深厚 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 一路的成长经历 除了杨幂 这部片还集结了郭彩杰 郭碧婷 和当时在互联网爆火的吼注姐谢依林 这种全偶像的演员班底 再加上郭敬明本人精明的商业营销手段 让《小时代》系列博足眼球 尽管被很多人批评《小时代》都不能算是一部电影 但它还是以极强的粉丝效应 第一部上映首日就拿下7100万的票房 最终斩获4.84亿 高居当年青春片票房榜首 最终 《小时代》四部曲 以17.84亿的总票房 成了当时商业电影最成功的系列 杨幂也凭借此电影成为当时的穿衣母版 带货女王 但也是《小时代》 杨幂在影圈的口碑直线下滑 观众直接把它和烂片挂钩 后续电影的口碑受到极大的影响 2013年 杨幂又在电影《把乐带回家》中饰演小助理 分手大师中饰演叶小春 《威时代》中饰演大明星洛依 《古剑奇谈》中饰演风情雪 这又是一部继《仙剑三后》 让杨幂再次吸粉无数的仙侠剧 同时也捧红了好几位小生小花 2014年 28岁 事业正处于高峰期的杨幂 在这一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结婚生子 但是这一年 她依然拍摄了两部电影 电影《恋爱中的城市》中饰演一个流浪少女子童 可以生肖莫中扮演天真爽朗的赵莫生 第四阶段 资本博弈期 2015年 杨幂和她的经纪人增加 赵若瑶三人共同出资3000万 成立家型传媒 增加平45.56%的股份 成实际控制人 而杨幂仅持15.18%的股份 在三人中屈居末位 为了公司发展 杨幂作为笔石家型传媒的顶梁助艺人 与上市影业签下了对赌协议 杨幂及家型 要在三年内完成净利润3.1亿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 杨幂再次化身拼命三娘 仅仅一年 就接下了11部戏 最终在2017年初凭借爆款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收获1.94亿的净收入 不仅超额完成了对赌协议 得到了上市影业高达50亿的投资 还带火了迪力热巴 高伟光 住序丹等一众家型艺人 然而让粉丝感到不满的是 作为三大股东之一 以及为家型贡献最多的杨幂 却不像大众想象的那样 得到应有的回报 分红是所有股东中最少的 而且并无实权 更要命的是 在完成对赌协议过程中 因为不断课戏 导致作品质量参姿不齐 丧失了作为演员的口碑 八成作品的豆瓣评分 都远低于及格线 2015年杨幂又拍摄了 《亲爱的翻译官》 电影《怦然心动》饰演甜心 《绝技》中饰演神鹰 《蜜石营救》中饰演夏天 《我是证人》中饰演陆小星 2016年则在《绣春刀2》中 扮演了画师北斋 《我是你的小蜜凤》中饰演小蜜 《谈判官》中饰演童威 《三生三》是《十里桃花》中饰演白浅上神 那我们必须得来说说 这部让杨幂完成对赌协议 并改变内于古偶审美风向的仙侠剧 这部剧讲述的是青秋女军白浅 和九重天太子叶华 经历三段爱恨纠葛 终成眷属的绝美先恋故事 关键是你居然能从这部剧中 感受到浓浓的婚恋观 由杨幂扮演的女主 当她是凡人诉诉时 连天界太子都无法保护周全 当她是青秋女军时 却无需他人保护 自己就是底气 无论何时好的姻缘 还得是势均力敌啊 而且三十岁时 杨幂的个人气质和人生经历 和白浅这个人物非常契合 另外 有人说这部剧开辟了 内于神话剧装造的仙侠丧葬风 但我只想说的是 后来的仙侠剧 只学到了《易水白》 却没有学到 这部剧《浮华道》的素敬和高雅 当然 这也是小文最喜欢的仙侠剧之一 再后来 有了《十里桃花》和《公司的成功》 明显杨幂放松许多 他也逐渐减少了阶系的频率 开始注重作品的质量和角色的多样性 2017年 杨幂又出演了古偶剧扶摇 即时电影宝贝 2018年 出演电影《刺杀小说家》 年代剧《祝梦情缘》 2019年 客串了迪丽热巴的《三生三世诊》上书 出演了谍战剧《暴风眼》 现代医疗剧《谢谢你医生》 2020年 则有古偶剧《胡朱夫人》 电影听见她说 2021年爱的二八定律 2022年 则出演了今年播出的漫改仙侠剧《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 2023年 则出演了今年播出的电影《没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 和谍战剧《哈尔滨1944》 说实话 它的正片表现 比前段时间各平台热搜的那些个 让路人质疑的演技花絮观感要好很多 从这部剧能看出杨逆转型的努力和决心 第五阶段 新的开始 2023年11月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杨逆已退出加行传媒 不再持有该公司任何股份 回看杨逆的一路奋斗 如今独自离开 实在是叫人颇为唏嘘 但从她最近接演以及播出的电视剧来看 明显感觉她未来会更加专注演艺事业 出演农村题材年代巨生万物 选择陈可欣 愿意演戏份可能很少的配角 这都是杨逆见职转型的坚定举措 从刚出道的证据资源 到投身偶像资本局 最后再极力回归演戏本身 看似兜兜转转回到起点 实际却是杨逆的人生物语 这些年 她虽然有很多争议事件 演戏也是拼搏大于热爱 但她一路走来不断工作 坚强又独立 让同样作为女性 时常倦怠不想上班的小文 也是敬佩不已 对我们这样的内鱼观察者来说 杨逆也好 八五花也好 都是相当难得的观察对象 既是时代之女 又是内鱼活化时 愿她们事业长红 绝处有生机 这祝愿绝对真心 好了 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 这里是文TOP10 下期不见不散